上集说到 铁面身在少年无邪头脑中复活 打入考古队进行体能训练 孟悠平发现其真实身份 消除无邪十年记忆 警告吴家若向无邪泄露长生秘密 会立即灭绝吴家 那么问题来了 漫漫十年的岁月 孟悠平不可能随时监视无邪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 吴家有没有泄露其机密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孟悠平是如何布局控制吴家的 老养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没有时间呢 在解决无邪问题的同时 孟悠平帮助考古队 陈文静等进入允狱 克制诗话 虽然陈文静不知道孟悠平的真实身份 但知道他是帮助考古队的 从此对孟悠平建立了信任 活人吃识别弹药后 每大概十年就会发生诗话 从诗话开始 到变成静婆的时间并不长 变成静婆就没救了 所以从诗话开始 就要抓紧进入希望母允狱 进入希望母宫 必须到云顶天宫青铜门 门内的密码每次都是变化的 试想在发生诗话变成静婆的短短时间里 要到达天宫 进入青铜门 再赶到塔木陀 距离十分的遥远 自然条件又是那么的恶劣 还有机关蛇 嘴中猴等各种怪物 那么 眼看着诗话一点点加重 所以才心心念念 没有时间呢 鬼练 允狱的作用在于脱皮缓解诗话 过程大概十几天左右 无邪与胖子看到那个 从允狱中露出的惨白鬼练 以为是希望母 实则是脱皮后的成文景 脱皮的副作用会导致失忆 刚从允狱中脱皮出来的人 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等于回到了婴儿期 所以蓬头垢面的在地上爬 等过一段时间 就会慢慢恢复记忆 那些在疗养院地上爬的人的录像带 就是这么来的 而无邪在地上爬的录像 也是被没有瓶洗去记忆后的表现 霍林 程文静说疗养院那个静婆是霍林 秀秀又说看到了姑姑在地上爬的录像 可我们知道 在地上爬是进允狱后失忆的表现 这是相互矛盾的 在地上爬恰恰说明不会变静婆 所以他们两个都没说真话 格尔木拉克静婆 是考古队第一个失化的女孩 这个女孩和阿宁胖子都有关系 霍家人也不会拿自己人做实验 霍林是伪装中招 无邪看到拉克反复出头的录像 是霍林在演戏 后来霍林跟随整个考古队自救之女 等于考古队的实验结果出来了 霍林当然没有进允狱 只是暗中观察 之后霍家把目光转向的没有屏 似乎这个人身上才埋着真正常生秘密 所以霍老太会再次随着张启林 胖子再进张家古楼 当然如他自己所说 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真正的女儿霍林 老养 大家做好饲养准备 小说中最惊悚的部分来了 现在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无邪从格尔木回来 遗忘了铁门生那部分记忆 重新回到了1990年 以前那个正常的天真的无邪 他正常的上中学 上大学 开小店 十年风平浪静 即便吴家确实害怕孟悠平 未敢越雷尺一步 那么 十年之久 孟悠平不在吴家 他是怎么监视吴家 是否真的让吴邪天真吴邪的了 任何人都想不到 孟悠平会不这样一个局 吴邪从小到大 最好的朋友就算老养 从1990年开始 吴邪失踪的几年 不管如何编借口 别人可能不会在意 但最好的朋友不会不在意 等吴邪回来后 老养会不断的追问 他这几年去干什么了 吴邪茫然无知 就会出问题 所以 真的老养必须得死 同时 老养还是最不容易被人发现 监视吴家 是否真的 不对吴邪透露的人 小孩子在最好朋友面前 是不会掩饰的 那么一有风吹草动 就能发现 因而 在吴邪回来之前 老养已经被吊猫了 真的老养已被杀死 换上一个张家的孩子 或者就是阿贵的儿子 老养的口吃 一定不是天生的 口吃才能掩饰口音的问题 贾老养就全称陪伴天真 几乎十年 可怜的是真老养的母亲 儿子的任何变化 都瞒不过母亲 他感觉儿子不对劲 可有苦于不知道 哪出了问题 还好贾老养人性未明 任务完成后 他依然对这个母亲 不离不弃 并且 他在那个年幼时 就死去的老养目前 献上鲜花 忏悔 以前猜测过 真老养姓谢 或许是谢良桓的儿子 但这个猜测 站不住脚 因为年龄对不上 老养年龄 与吴邪相仿 也就是说 谢良桓下海底目前 应该就有了这个儿子 这不合理 但无论是不是 都不会改变 这个悲剧的力度 由此 我们也可以看出 孟悠平心里 极不健康的一面 他只傲的 不计后果的 保护吴邪的天真吴邪 其实已经不光是 为了吴邪了 而是把自己的命运 投射到吴邪身上 再跟自己的命运较劲 谢良桓的觉醒 吴家和孟悠平 在吴邪的问题上 都没这么防范 假扮吴三醒的谢良桓 因为谢良桓 确实不知道 什么核心秘密 一直相信吴家 在假扮着吴三醒 老养 毕竟姓谢 绝不是随便写的 谢毕竟不是一个常见性 老养可能是谢家 家族某一个亲戚的孩子 父亲早死 谢良桓有可能 熟悉老养的妈妈 并听这个妈妈说 孩子莫名的不对劲 并让谢良桓 帮忙调查一下 这个秘密 就在谢良桓面前 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这孩子的变化 是从吴邪失踪回来之后发生的 由此 吴邪那几年神秘失踪 进入谢良桓的视野 在调查中 他隐隐感觉 吴家其实有些巨大的 他以前不知道的秘密 这就是谢良桓觉醒的开始 开始怀疑吴家 谢良桓也是个聪明人 表面上不动声色 继续装扮吴三醒 暗中开始有了自己的动作 一 在吴三醒的名义下 开始组建忠于自己的力量 潘子就是这个时候 被谢良桓招致麾下 长沙的吴家盘口 其实就是谢良桓 为这个目的所发展的 二 谢良桓开始暗中调查 当年海底墓事件 从楚歌后来的资料来看 调查已经开始了很长时间 除了潘子外 楚歌也是极为忠于谢良桓的人 由于那些秘密极为诡异 谢良桓的调查没有太大进展 一直缠绕在困惑中 吴邪 天真吴邪的十年 正是谢良桓渐渐觉醒的十年 韶光易事 天真平静的十年 匆匆易事 铁面身的记忆即将在无邪头脑中复苏 各方面都行动了起来 西王母公的十年定律 决定了每一个十年 都是各方势力博弈期 对于梅游平 用我的一生再换你十年天真无邪 几乎已经成了人生使命 当然不能允许铁面身的记忆复苏 破坏这种天真无邪 梅游平的目的是要等 无邪头脑中汪葬海记忆复苏后 把他带进陨域 再次洗去和封存这段记忆 在十年到来之前 他就开始准备 一 默然进入云底天宫塔木陀那种穷凶极恶的地方 也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首先需要无邪下目热身 二 需要让无邪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很自然 否则现在的无邪已经二十多岁了 很容易就产生了怀疑 进而自己去追踪 那么就保不住这种天真了 所以梅游平需要一个能让无邪顺理成章的 相信和跟随下目的人 这个人只有谢年环 在无邪心中他就是三叔 三 大家可能要问 为什么梅游平不绑架无邪 强迫他到墓中热身 之后再带到云顶天宫塔木陀 最后再洗去他的记忆 回到鲁王宫之前不就行了 大家要记住 现在的无邪已经长大 对于自己一段时间会失忆这件事情 已经不好隐瞒 不像前一次小时候 那时候认识的人很少 只需要叼包一个老养就能解决问题 而现在 如果无邪发现自己有一两年的记忆缺失 肯定会苦苦寻找答案 这怎么还叫天真无邪了 所以这一次 梅游平要给无邪自己会失忆 一个能让无邪幸福的答案 事实就是如此怪谬 正常人苦苦寻求长生 而长生的人 却是拼尽一生 想获得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正常人生 梅游平无非是在无邪身上 疯狂的和自己的命运抗争 梅游平的计划 为了毫无察觉的让无邪接受失忆 梅游平做出了计划 鲁王宫 让无邪热身 秦顶神术 让无邪接受失忆 然后把无邪直接带到云顶天宫 进入西王堡陨域 喜剧记忆 无邪最后的记忆 因停留在情令木阀上 然后重回平凡 之所以选择鲁王宫热身 是因为鲁王宫 在铁明深的七星木中 无论自然条件 还是木类情况 危险程度都是最低 漫游平找到谢连环 提出合作 他告诉谢连环 我知道你在寻找考古队的秘密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你自己去寻找 但条件是你要配合我 对无邪做一些事 但不要让无邪知道 对于十年苦苦寻找真相的谢连环来说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时间来到了刀墓笔记的开头 大金牙送来了博书 注意大金牙说的是老养送来的 于是菜了无邪跟着三叔来到山东弩王宫 谢连环带着两个心腹亲信 大葵和潘子 还邀来了一个深杯黑金鼓刀的小哥 面对闷游平第二次去除记忆的计划 吴家和吴三省又将作合反应 下集揭秘 刀墓笔记主线巨型之下 各方隐藏势力之间的博弈 我是小黑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集不迷路